哈嘍大家好我是大師 今天要介紹的英靈是曲木茲 那曲木茲在環晨節當中登場的 那他現在在索遊裡面呢 獅子咒獅 索性為光 還好不是助遊 不過他的招式有蠻多是可以補血的 我們看一下天賦的部分 魂昌星域 場上沒有一個其他角色使用絕絕傷害之後 你自身可以獲得蒼明的buff 那使用非絕學 非傷害絕學 如果自身攜帶兩個蒼明的話 這個獲得再行動 呃這個使用非傷害絕學應該指 指曲木茲 但是其他角色有使用傷害絕學 那就可以獲得 ok 好 這獲得再行動 本次在行動結束時減少兩層 那蒼明的辦法是每層可以提高法攻5% 兩層的時候呢免疫封做狀態 然後絕學生的加1 然後上限是4層 ok 也是說 至少可以打3個 如果是單體器的法術攻擊的話 那不知道他這個蒼明狀態假設說 舉木茲還沒行動的時候 那他已經有兩層超美狀態的時候 這個時候過去打敵人 這個時候應該就會觸發再行動 才對看起來應該是這樣 好那絕學學以之用 對單格敵人找合 對單格其他角色施放 目標複製目標三個友誼狀態和傷害絕學最高的倍率 使用之後呢 切換為倒背爐柳 倒背爐柳是單體技能 然後傷害倍率由學以之用複製 下限是1.2倍上限是2.5倍 這麼複雜 每攜帶一層蒼明的狀態呢 你的傷害提高到5% 最多是20% ok 那時候要切回去 ok 不過比較好奇他那個傷害絕學的最高倍率 是指敵人的傷害絕學的最高倍率嗎 如果是的話 假設有2倍的話 就複製2倍 然後再用那個2倍的技能 或是2 好像最高傷害2.5倍嗎 你最多可以複製到2.5倍的單體技能 然後假設你現在又有蒼明的狀態的話 假設4成就起到20% 那 又可以再 又可以再行動這樣 ok 可是這個 我比較好奇是假設你用兩層蒼明的狀態的話 你施放學以之用的話 他是可以馬上 接到背如流嗎 還是學以之用放完之後 就 結束 結束行動了 呃 從這個gif圖檔看不太出來 但 ok 好 這個要看一下影片實際操作 如果不確定他是放完學以之用 是馬上可以接到背如流嗎 還是說學以之用放完之後行動結束 應該是這樣就行動結束了 然後有蒼明狀態的話 又可以獲了兩層 再行動 應該是這樣 也就是說這樣的話 4成的蒼明狀態會消耗兩層 那你攻擊的時候只剩兩層 ok 但是這個在行動之後 會不會強迫 一定要先行動群木之呢 應該不用吧 如果可以不用的話 才可以 再當其他角色再使用傷害絕學 對 然後讓群木之的蒼明再回 再補從兩層補到四層 提高最高的傷害這樣 這要試試看好 好 起智之症 如同時用恢復範圍內的所有有方的氣血 然後是法攻的0.7倍 並施加神護衣的狀態 所以兩個回合 對咒爾斯柱有實驗的目標 額外施加起智 我們聽起來有點難聽 那起智呢 是遭受單體絕學 單體傷害絕學攻擊使氣血越高 免傷和暴擊抗性越高 那這刀可以提升到20% 然後遭受單體攻擊絕傷害後移除 OK好 有攻擊又有這個補血的方式 對妄石天法這個範圍擊 是0.5倍的傷害 反轉一個友誼狀態 並施加妄石 持續兩個回合 妄石化是行動結束時自身一個初十 冷卻時間最長的傷害絕學冷卻時間加一 好的有害狀態不可去散 好那神官喚心 主動使用恢復單個角色的氣血 恢復量是施數則1.5倍 目標每攜帶一個冷卻中的 主動絕學技能後 反轉一個有害狀態或者自身病 再獲得一個昌明齁 最多是三個好 實以反召 行動結束時自身沒吸在兩層 昌明狀態反轉三個內一個有方 一個有害狀態最多反轉兩次 OK這個反而是消除把 好神面絕學齁 比昌嚴明 攜帶昌明的狀態的時候呢 傷害跟法術提高5到10% 觸發天賦在行動時獲得激盪狀態 那激盪是什麼 這邊沒有補充說明激盪 額外行動提提升助力 OK這邊沒有寫激盪 好 那魂石跟精神參考 我就呃 群木之的話 就是那個 血液之用跟倒背路的這個 蠻特別的 就是複製你家的傷害 但這個就是 你要複製到傷害比較高的敵人 好 然後就是可以再行動這樣子 然後又可以補血 好 然後妄石天法反轉 然後增加這個妄石的debuff 都還ok 就是但是沒有比上次的那個血之閒指 還有特色多 血之閒指真的很很有特色 好了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還生節的這個群木字的角色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師做做討論 那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 FB Twitch BVD還有Discord 感謝各位今天有收看 大家晚安 拜拜